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告诉你隔壁说 看到你就好 阿们 然后我们还没有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 一段的经文就在《使徒行传》 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 如果你有带你圣经的话 就翻你的圣经 如果没有带的话 我们一起看我们头的影片 我们好不好一起大大声一起来练 一 二 三 生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 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 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 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 拿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子骨 立刻见转了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树 常坐在殿的美门口 求周记得 就因他所预造的事 满心 兴起 惊讶 阿们 让我们这个时候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 你的圣殿 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 属灵的耳朵 也打开我们 属灵的眼睛 更加打开 我们属灵的心 让我们今天 来领受 你的话语 好 让今天的话语 我们不要只是听过去 而是要听进去 也是要 并且要活出来 帮助我们活出 更像基督的样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好不好 赵医师把荣耀 归给三弟 阿们 大家兴奋吗 今天我要和大家 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困境中 经历突破 好不好 我们告诉你 个别说 困境中 经历突破 阿们 困境中 经历突破 我相信大家 对这段经文 非常的熟悉 或许我们在 我们的信仰 生活上 可能你听过了 已经有五遍 这种内似的星星 在使徒行传 第三章 可能你听过了 十遍 甚至二十遍 但是我们每次 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祷告 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不会读到你 阿们 我们要读到 每次读圣经的话 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求主耶稣 帮助我们 打开 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又看到 新的亮光 阿们 刚才我们读的一个经文 是讲到使徒行传 第三章的时候 讲到一个瘸腿的人 对不对 他每天是在哪里 他每天站到美门的外面 向人周近 向人逃犯 那么圣经讲 美门是什么地方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你们看到 美门其实就在 耶路撒冷的圣殿的 东边的一个门 所以如果你看右边的 那个图案的话 你知道它是在右边的 因为它是在东边的 阿们 所以那个瘸腿的人 就在那边周近 那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如果你要进到 耶路撒冷圣殿的话 还是至圣所里面的话 这个的门 也是唯一一个门 你可以进到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 OK 所以这个美门 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建于在哪里 外邦人院 和妇女院的之间 也是唯一的一个门 那么在犹太人的 习俗里面 有三个时间 他们每天都要祷告的 那么是几点呢 是早上9点 中午12点 和下午3点 我们看下个slide 多一个 对了 所以在犹太人的 每天祷告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圣殿是早上9点 中午12点 和下午3点 而圣经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那段时间 是下午3点 生出的时候 彼得约翰 就遇见了 这个瘸腿的人 哇 我就感谢主 我这样讲 如果我们每天 上个时间 一起的祷告 哇 阿们 我们每次 分发祷告OK 我们早上9点 祷告一次 中午12点 多一次 下午3点 多一次 我就 哈利路亚 阿们 然后 有的人就讲 其他那么 为什么这个瘸腿的人 他不进去里面 祷告 因为在立位纪21章 到16节到25节 他会告诉我们 OK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会读那9节的经文 但是基本上 他讲的在那个预法当中是 凡是有残缺的 就不能进到圣殿里面 敬拜 只要是你有残缺的 就不能进入到圣殿里面 敬拜 不但如此 你不能进去 你不可以先祭 但是 但是我们要感恩的是 我们要感恩的是什么 那个瘸腿的人 当他经历 耶稣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阿们 他的生命就开始翻转了 原来在困境当中 我们要如何经历 突破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耶稣 告诉你 哥别说要经历耶稣 所以从这个事件中 我们有三方面 来教导我们 如何在困境中 经历突破 有三方面教导我们 如何在困境中 经历突破 第一 仰望神的荣美 告诉你哥别说 仰望神的荣美 仰望神的荣美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四节就告诉我们 彼得约翰 先讲彼得约翰是两个门徒 不要以为人家 哇这个门徒特别的 叫做彼得 and John 彼得 John 不是一个人而已 是两个门徒 一个叫彼得 一个叫约翰 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 彼得约翰 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 那我认为门徒 要这个瘸腿的人 看着他们 是有一个原因的 对不对 这个瘸腿的人 是几时瘸腿的 是不是三个月 才瘸腿的 不是 告诉你哥别说 不是 是不是十年前 才瘸腿的 也不是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是几时瘸腿的 他是生来就是瘸腿 什么是生来 生来就是 当他出生的那一天 一开始的时候 就瘸腿了 换句话说 当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 的时候 他已经是瘸腿了 因此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 使徒行传 慢慢到第四章的时候 第二十二节 我们就知道 那个瘸腿的人 几岁了那个时候 就大概四十多岁了 因此 你可以看到 他一生中四十多年 就在美门的外面 周迹 向人讨犯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象 他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有一个瘸腿的人 他真的美门外面 跟人家周迹的时候 他是怎样 当我反思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出 其实他自己 很自卑 因为他是低这头 很缺乏的 他有什么 很软弱的 很不足的 每天都要靠别人来生活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我们知道 他每天都要人 天天抬他 放在那个美门那边 他每天都要靠别人来抬 靠别人来施舍 永远只可以低着头 向别人的周迹 完全 失去了 人的尊严 他的人生已经 到一个地步 已经是绝望了 没有盼望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持 好消息的是 彼得和约翰 定期看 叫这个瘸腿的人 看他的时候 然后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遇到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换一个视线 Amen 我们必须要仰望 神的荣美 当我们遇到困境当中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境当中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哎哟 很惨哦 哎哟 什么 我很累啊 哎哟 改不了了 对不对 当今天我们遇到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突破 因为今年的题目是什么呢 今天张牧师给我们主题是 得胜 突破年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当中的时候 第一个突破的时候 我们可以仰望 神的荣美 告诉你可别说 可以仰望神的荣美 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他就是谁 他就是彼得本身的经验 还记得彼得在水上的世界吗 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字章 如果你读上半部的话 上文的话 你知道耶稣 那个时候未保五千人 然后之后呢 他就吩咐他的门徒 叫他去上那个船 先渡过到另一个岸 到另一个岸 然后呢 耶稣就独自地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 耶稣就没有坐船 可能应该是深夜了 耶稣不要坐船 他直接走 走去找他们 找他的门徒 当门徒看到他的时候 他讲 哇 看到鬼啊 为什么有一个人飘过来 对不对啊 他讲是鬼啊 耶稣讲什么呢 不要怕 你放心 是我 喜欢啊 对不对 他看到的时候 他讲不要怕 是我 那所有的十二个门徒当中 有一个门徒最勇敢的是谁啊 你们可以回复我一下吗 彼得对啊 彼得的胆最大的 他说什么 哇 如果耶稣是你的话 你也叫我从水 在上面走啊 耶稣讲 好啊 你下来 所以在马太福音 在十四章第二十九节 到三十节 彼得就从船上 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哪里去啊 耶稣那里去 所以他下个船的时候 他要到哪里去 他要到耶稣那里去 所以他看耶稣的时候 他走 当时硬见 硬见风盛大 每个人家硬见 就是说 他当他看见这个风的时候 当他看到环境的时候 他就什么了 哇 他就趴到头了 哇 甚至要沉下去 所以我可以 应该我想象 彼得应该是不会游泳的 他要沉下去了 然后彼得喊着说 主啊 救我啊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否有看到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吗 彼得本身学习到这个功课 当彼得仰望神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他能够走在水面上 但是当他的眼目没有定睛耶稣的时候 他只看到风而已 他只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 他就开始害怕 他甚至要沉下去 然后换句话说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能 你可以讲 我的这个人 胆很大 像彼得这样 我敢说 我敢做 我说一个 没有人敢讲第二句话 然后你就讲 我敢做 一人做事一人 我敢敢做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当我们遇见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会害怕 然后为什么会害怕 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前面的道路是怎样 你可以讲阿妹吗 当环瑞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害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 只有仰望神而已 可以讲阿妹吗 今天我要做一个的示范 一个的illustration OK 每个人讲示范 OK 今天我有带几个问题来 今天我有带几个问题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我今天也带我的问题来 今天我们或许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活在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带很多的问题来 今天有什么问题 今天你可能或许讲 哎呀 我最近 面对这个裁员的问题 哇裁员 下一个人走的就是我 因此你就觉得在讲 哇 人家还没有害我之前 我先 人家一道先 然后那个人先走 我带着很多问题来 带着一个问题 有没有看到 你就开始带一个问题来 哇 你就在一个困境当中 你来教会就带一个问题来 来第二个 我最近也知道 年轻人哦 读书 很有压力 对不对 他们来的 去到学校的时候 有压力 其实我们做工的人哦 也是有压力 对不对 也是在一个困境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么做 最近 两个礼拜前而已 我一个旧的同事 刚刚messaged我 他的儿子今年考中士 old level 他读了 old level 是几月开始考 九月这样 对不对 十月考这样 他 今年中士哦 突然之间 他的儿子 遇到忧郁症 你可以想想 这个父母的感觉是这样 很多压力 他到他的儿子 忧郁症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怎么做 真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 无法能够承受这个压力 我们也带 我们也带 还有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无助 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是不是很无助啊 家人不明白啊 你的回到家的时候哦 哇 有时候心里在想 不要回家才好 一回家就伤脑筋了 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也 家人也不明白 等等的 然后最近 大家都可以听到 就是 我最近我的 爸爸的哥哥 爸爸的哥哥叫什么啊 大伯啊 大伯 OK 他最近 他进了 黄庭峰医院 然后为什么 他进医院 很简单 是因为他老了 然后 以前我新年的时候 每次看 看他的时候都 很有笑容啊 他都认得我 那最近我去到一个 黄庭峰医院 顶峰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不认得我了 他只会 他已经不认得我了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掌握着的 然后我们就带着 很多的无助啊 压力啊 问题啊 然后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走的时候 都会带着这些 对不对啊 所以人家问你 弟兄姐妹 弟兄你好吗 好 最近这样了 你就开始翻了 我最近很多的压力啊 我最近上个礼拜 我还为一个姐妹 一个人 姐妹祷告 她讲 我一直祷告 我无助啊 我的孩子 二十多年都没有来教会 要怎么办 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无法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一直带着 这些的压力 这些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来灯一下 照一下 那个灯开了没有 那个灯 哇 当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还记得讲什么 仰望 神的荣美 对不对 只有我们在我们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仰望神的荣美 我们就会怎样 我们会发觉到我们的问题啊 压力啊 这些无助啊 不能够掌握着 只有能够什么 放在耶稣的脚前 你可以讲阿们吗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到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是 我们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也不要靠自己的智慧 阿们 人家要这样对我 我先对人家先 我在一个困境当中 还要这样 我就这样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 阿们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 今天你有你的困境 我有我的困境 每一个人都会活在一个困境当中 但是我们只要经历一个突破 就是仰望 神的荣美 所以在真言书三章 五节到六节 他就这么说 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因为当我们认定他的时候 他必什么呢 指引你的路 所以今天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如何经历一个突破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就仰望神 阿们 就是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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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们困境当中 你愿意仰望神吗 那第二点 很快的 在我们困境中 要怎样经历突破 第二点 我要分享的是 信靠神的大人 告诉你各位说 信靠神的大人 阿们 今天你们的回忆真棒 在使徒经书三章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再次的读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而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啊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拉萨勒 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那人 就留意 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指望得着什么 假如今天你去到百货公司 今天你去到百货公司 你会指望什么吗 弟兄姐妹 哇 大减价 对不对 你不可能去一个 百货公司没有大减价 越多大减价 你越想去 对不对 因为你去到百货公司 就是有一个指望 就是越多大减价 越好 对不对 我两个礼拜前的时候 我跟我的妹妹去 配文 去超级市场 哇 最近的天气很热 对不对 谁觉得最近的天气很热 很热 我去到这个超级市场 我就讲 哇 我要买一个冰淇淋 哇 想到就 我去买的时候 我就买一桶 不是一大桶 那个是一桶 英文叫 a pin of ice cream 一个小桶 一个小小的桶 哇 我就买了 我就想吃了 哇 我看到你们弟兄姐妹的眼睛 我就知道你们也是很想吃了 我就真的买了个冰淇淋的时候 我就买一桶 当我要父亲的时候 我眼睛一扫描的时候 你发觉到我看到什么 买两桶哦 比较便宜哦 哇 弟兄姐妹 你认为我会买一桶 还是两桶的几个手 哇 两桶对了 你不真了解我 哇 我就买了两桶 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 哇 如果我一个人吃两桶哦 肯定肚子哦 咕咕叫 我就在那边 我就很好 配文啊 我的妹妹啊 配文 我祝福你一桶啊 其实买两桶比较便宜 所以你去到百货公斤 你值万什么 一个大景价 那么你今天如果你有做父母的 如果你孩子要去卖单的话 你记得你孩子指望什么啊 一定指望有一个happy meal 对不对 有个玩具也可以玩 不然什么呢 至少有个汉堡 有个薯条吃 这个是他的指望对不对 至少有汉堡 做父母的在这里 有没有人带你的孩子 去到麦当劳的时候 然后你讲 孩子啊 你要吃什么啊 女儿啊 你要吃什么啊 然后他就跟你讲 我想吃 八错米 我想吃海南鸡饭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到麦当劳的时候 就想到什么 汉堡包 就想到薯条 那么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指望什么 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指望着什么 这个是问题 我们要很好的思考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指望什么 那么你也觉得 你也认为 这个瘸腿的人 指望什么 他指望彼得约翰 给他经营 但是彼得和约翰 没有给他经营 那么为什么彼得约翰 没有钱 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那个时候 彼得约翰没有钱 有人就这么说 因为那个时候 周近的人很多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我们知道 哇 那个时候是下午三点 最多人去圣经的时候 那又是唯一的一个门 或许这样 如果彼得约翰 给了一个人的话 他就要给很多人了 所以干脆讲 彼得约翰讲没有钱 我以前我去到一个 国家宣教就是这样 我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 当地的人 我去到那个机场 到那个机场的时候 那个当地的人跟我讲 文豪弟兄啊 如果你看到有什么 跟你像你周近的人 千万不可以给啊 因为当你给的时候 你就没完没了 然后我就下了那个机场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哇 还好啦 四五个人跟我周近而已 也不是很多 那个宣教 宣教师就跟我讲 弟兄啊 你不知道 其他的人在躲起来啊 换句话说 当你看到很多人 向你周近的时候 你不会给的 当时你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只有四五个人 当时你给的时候 全部人就回绕着你啊 那个时候你很麻烦的 当你不给的时候 他会拉着你不犯 他讲 为什么你只给他 你不给我 所以他鼓励 我 我们就去到那边的时候 不要给钱 给周近的人 是不是这样 彼得约翰就讲没有钱呢 我相信不是 那有人就跟我讲 是不是因为 十图形状第二章 告诉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房屋公用 卖了田材 家业啦 分给需要的人 换句话说 在使徒行传 基督徒已经 活着一个共享 团企的生活 所以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啦 所以在使徒行传 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彼得约翰就没有钱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叫 主啊 帮助我们看到 有一个真理好不好 原来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瘸腿的人 他想要的 和他需要的 很不一样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暂时性的 他想要什么 金钱 我们看下个slide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经营 他想要的是什么 暂时性的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彼得约翰 要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 他讲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当你要信靠神的大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今天他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永恒的生命 一个全新的生命 你可以讲阿们吗 原来你想要的 不一定是你需要的 阿们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有一个人 曾经有人就找我 就讲 文豪同工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讲什么事情 我讲我要祷告 我可以住到一个四房市 我可以住到一个五房市的主屋 我听起来讲 还好也不错 那是为什么你要搬家 住一个四房市跟五房市呢 他就讲 文豪同工你不知道 因为我的三姑 住公寓的 我那个儿子 是住洋房的 我那个弟弟 我哥哥 我的亲戚朋友 全部不是住洋房 就是住公寓 所以我要祷告 我每次去新年的时候 他们每次问我住几房市 我只讲我住三房市 哇 还谁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当时神很奇怪 没有回答我 我也给奉献了 那上帝没有回复我 然后或许今天 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你可能要想要的是 四房市 五房市 没有错 但是或许你需要一个温软的家 你可以讲阿妹吗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温软的家 今天我们巴不得我们孩子 每天都讲 哇我巴不得要回家 那个才是重点 对吗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看 尤其是男生 我们一做工的时候 看了不喜欢的同事 又换一辆车的时候 那个眼睛就杀过去 哇 几个月几个月就跟我换一辆 哇主啊 为什么你不祝福我 一辆车我还坐MRD 我还在走路 当时可能你在想的时候 或许我们需要什么 可能在地铁 在巴士里面 在我们德士里面 我们能够传十二祝福 阿们 我就相信 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然后最近有没有人 看那个第八频道的 一个九点的戏 给我一百万 谁有看的几首 哇 你们都有看啊 哇 只有我不看 我真的没有看 但是这套戏的警戒 的内容 很有意思 就是 陈汉伟的演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啊 他本来是 很神啊 这种情节 突然直接被裁员了 然后就在那边想要 想要什么 一百万呢 结果有没有中啊 他真的中了一百万 他认为 这个一百万可以换来幸福 可以换来喜乐 但是他错了 渐渐的 我们知道 如果你继续看这个连续剧的话 你会看到 他的家已经慢慢地 有事情发生了 也没有平安 原来有钱 真的不代表快乐 当我们信靠神的大人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什么是想要的 什么是需要的 你可以叫阿们吗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就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不是固恋所见的 乃是固恋 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什么呢 永恒的 阿们 阿们 此外呢 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门徒是奉谁的名字啊 耶稣的名字 他是奉拿撒勒 人耶稣基督的名字 叫他请来行走 今天门徒是奉耶稣的名字 原来奉谁的名字 是很重要的 可以叫阿们吗 我不晓得这里喜欢看 那种中国戏 尤其是那种 康熙 到雍正 那种八爷 十四爷 我随便喜欢看这种 皇帝的戏 几个手一下 有几个 有一个手真的是这样 有一个时候 我非常喜欢看一个叫做《真环传》的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套戏 当时我不是在宣传这套戏 阿们 我只不过跟你讲 这套戏有一到第七十六集 我几乎每天一集看 但是我不是讲这套戏有多好看 我只不过讲 当每次皇帝 还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还是他刑罚的时候 还是他宣布一个政治要更新的时候 更改的时候 哇 他会讲什么呢 皇帝 赵约 哇 通通全部人 无论你是将军也好 国王都好 你都要跪下 然后是谁赌啊 那个总太监在赌 那是不是总太监这么厉害 要每个人跪他 不是 是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的名字 那么今天是谁的名字要成就一切 今天是耶稣 当他讲奉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所以我们祷告讲奉耶稣不是这样 今天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字 可以叫阿们吗 所以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就有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信靠 我们的上帝 所以每当我们出去 做十二祝福的时候 我们是奉谁的出去 奉耶稣的名字 有些弟兄姐妹每次讲 看到我 阿们奉同工 一做十二祝福 我的脚就开始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去到教室的时候 我每次做十二祝福的时候 我脚就开始暖了 但是我们要挑战自己 当我们做十二祝福的时候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到头来我们知道 救恩不是在乎你和我 是在乎神的 是在乎神的 而我们呢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 阿们 我们真的是只不过是一个器皿 传主的福音 做主要我们所做的 结出更多的种子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第一点我们知道是仰望 神的荣美 第二点是要信靠耶和华 我们诗篇一百十二篇第七节 诗篇一百十二篇第七节 就告诉我们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他必坚定依靠耶和华 原来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我们第一我们可以仰望神的荣美 我们还可以信靠神的大人 阿们 那第三点很快的 我要分享的是开始行出神的应许 告诉你可别说 开始行出神的应许 那第七节跟第八节就告诉我们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指骨 立刻见转了 就跳起来 站着 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神 我今天要强调是那些红色的字 又跳起来 又站着 又行走 又同他们进了殿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读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读原文的时候 你读到希腊文的时候 甚至你读到有些英文版的时候 还有带出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始的意思 就是开始的意思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指骨 立刻见转了 就开始跳起来 就开始站着 又开始行走 开始同他们进入这个神的殿 开始站美神 Amen 今天我不晓得 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有遇到什么的困境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只坐着那边埋怨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埋怨 主啊 我很累啊 主啊 我很惨啊 主啊 这个 但是我真的要祷告是 我们要开始 行出神的应许 Amen 我记得有一个夫妇 来到一个牧师的面前 来到一个牧师的面前 这个太太就跟牧师说 当然不是这个教会 当然是别的教会 我听到一个比喻 非常的好 她讲 这个太太跟这个牧师讲 哇 我忍到不可以再忍了 我很想跟我的先生离婚 但是我又同时 我又知道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Amen 那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只讲头 没有讲尾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那个姐妹 那个太太就讲 哇 不说你不知 当然让你不说 我们哪里会知道 对不对 她讲不说你不知 她讲什么事情 她牧师就讲 难道你的丈夫外面有女人 我那个太太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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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牧师讲 哇 感谢主 那牧师 是不是你的太太 对不起你的事 做出一点对不起你的事 这个太太讲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牧师讲 感谢主 这个先生还好 没有 外面有女人 也外面没有出事情 她就再想想看 那为什么你要跟你的先生离婚呢 她讲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讲我真的不知道 她讲我先生一回来 她每天从早 忙到晚 当时她一回到家的时候 她就把她的袜子 什么呢 来 click一下 她就乱乱丢 她做太太了 你的丈夫也没有乱乱丢袜子 放工回来几个手 不用几手 我看到你的手 她就在那边 我这个先生 每天本不尊敬我 非常不尊敬我 每天一回到家 从早忙到晚 她就脱了一个袜子 就乱丢 有时候丢到沙发的上面 有时候丢到沙发的下面 有一次我真的不可以忍了 她丢在那里 她丢在我们睡的床的上面 哇 你要知道 她从早到晚 哇 非常的臭 那么丈夫就讲 你怎么解决 我就跟神祷告 有一天 神给我聪明智慧 我去到一间的玩具店 我就买了一个篮球的玩 我不懂你们小时候 你的孩子小时候 有没有买这个给她 她叫她买这个玩具给她 我妈妈 如果你问我妈妈就知道 她至少买两三个给我 我一个连在客厅 一个连在我的房间 那个高度你都可以自己调的 所以这个球你就投进去 一个小小的篮球 就投进去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玩具 有 对不对 然后这个 那个太太就灵机一动 她什么 她讲 叔叔啊 谢谢你给我住 她就买这个玩具的篮球 就钉在那里 钉在那个十一篮的上面 她就跟她告诉 她就在想 我要跟我的先生讲 如果她回家 把那个袜子 投进那个篮球里面 进那个十一篮里面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 我就跟她捡那个袜子 哇 她就这么说 然后先生回来的时候 她先生一样 要准备脱她的袜子 要乱丢的时候 突然之间 她就看到这个篮球 你觉得这个先生会做什么呢 她就自己开始 投了啊 他头不近的时候 这个先生还是会 去到那个 那个 洗衣囊囊的外面 再捡她的臭的袜子 又回去她的沙发上 又再次投了 投到近了 阿们 所以我这个比喻 我不是讲 谁对谁错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每个困境当中 有时候 很难忍的时候 我们要调出 我们的生活方式 阿们 那么我今天 也特地了 我昨天 我叫 哇 我的汇丰夫 配先去买一个 这样的 在巴萨妈拉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不懂 长得怎么样子的话 你们觉得 要帮助你先生的话 聚会完之后 悄悄地跟我讲 我需要这个 我自然会给你的 因为我不需要 所以看 OK 阿们 所以在我们的困境当中 第一点是什么呢 仰望神的荣美 第二点 信靠神的大人 然后第三点 开始行出神的应许 阿们 这个时候我就要邀请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全职同工 他应该是我们从小 就已经认识了 他要和我们分享 他最近在困境中 他怎样经历突破 我们把时间交给John D. Sean 牧师 师母 同工 弟兄姐妹 平安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 我和我太太Michelle 如何看到神的信师 我们结婚差不多三年了 有好一段日子 我们和Michelle 都觉得我们想要一个孩子 我们在去年八月呢 就做了一个身体检查后 医生就跟我们说 我们可能很难有孩子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身体的状况 医生在检查中呢 他发现Michelle的子宫里有两个 Cis 那个C-Row 这两个C-Row呢 有可能导致他很难怀孕 而再来医生也告诉我们 因着他的症状 也可能有子宫内膜異位症 Endometriosis 就是他的子宫有一些的问题 那我也有身体状况 就是我的精子的数量很低 那医生也建议如果我们 过了一段时间还不可以呢 就需要用IVF 这也需要很花一大笔的钱 所以当时的我 身为一个男生 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状况呢 特别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呢 其实本身呢 我是其实很失落 觉得成为男生 也不是一个壮的男生 所以在当时呢 我就问上帝 为什么我摆上了时间 生命来服侍你 我还是会经历这些的问题 还有挑战 在那期间 其实 我也不可以 表达我的失落 因为我也想要鼓励我的太太 继续地相信 信靠上帝 在那个期间 也还是需要服侍 年轻人 辅导的年轻人 不可以太负面 也要带领敬拜 我是想带热忱的敬拜 我不想带一个很沉的敬拜 所以那整个期间呢 听到这些的报告过后呢 其实整个的情绪都压在里面了 就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的自由来敬拜上帝 在都说唱歌都是合时不合时要敬拜上帝 对吗 在有一首歌也讲 晴天或雨天都要赞美上帝 但是听到这些的歌词呢 却发现自己的这个自由被这些的问题拿掉了 所以在整个期间我就一直的说 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 不要放弃 继继续的鼓励太太一起的相信上帝 我还记得居然传道教导一个信心 一种的信心 这个信心叫即便如此即或不然 代表什么 虽然可能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一个孩子 但是我知道在还没有得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却要赞美上帝 因为在他的时间是最美的 最好的 所以我们感恩在去年12月 我的太太就发给我一个短信 她说我怀孕了 现在她已经顺利了 怀孕了5个月 我们也感恩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不靠我的精子数量低还是不低 不靠着我们状况好还是不好 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他的产业 所以我们真的再次的把萌药归给上帝 阿们 我们谢谢Joh 阿们 好吧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起的起立 我们也请敬拜赞美团 这个时候来带领我们一首诗歌